我跟米露 明天我就要先回去了 然後米露就要跟他陪我們去劇毒 大家其實好像沒有很難找 就是走出來之後這邊就有很多的這種巴士客運 然後因為這次我跟米露住的是澳門巴黎人 然後他剛好這邊就有個接駁的車 所以我們就直接先上車了 其實還蠻期待的 因為我上次好像有看到Blair 還是看到誰好像有去住的樣子 我忘記了 聽說好像還蠻高級的 大家我們現在要去吃飯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巴黎人裡面 然後等一下吃飯的位子是叫做巴黎軒 然後要經過這條長長的走廊到對面去 就是在一個巴黎鐵塔裡面吃飯 其中一種吃飯我覺得還蠻酷的 然後我剛才先去化妝了 對 但頭髮還沒整理 所以有點微俏 不過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邊太華麗了吧 OMG 這什麼意思 欸跟你們說我真的第一次來澳門 所以我真的整個超級無敵興奮的 過不及待現在呢帶大家一起去吃巴黎軒 巴黎軒的部分 在後面 走 走 大家我們終於進來了 巴黎人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這個 很帥耶 就是它建築的本身 因為呢我跟米露今年呢 三四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有去了巴黎 但是呢 我們完全沒有進去 就是我們沒有去搭那個電梯上去 因為這太貴了 而且人又太多了 我們負擔不起 其實是心中的一個遺憾 對 但是我們的遺憾呢 就是可以在澳門這邊完成 實現有沒有 對 蠻爽的 也算是達成一個小小的成就 小小的里程碑的概念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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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很厲害 影片就沒有發生 哇 這是魚子嗎 來了 我們的菜來了 它是一個煸豆的魚 對 它是一隻鯨魚 這個叫什麼名字啊 因為有一些簡體字 不太會念 黃 應該是黃燜湯 鯨魚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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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像在吃那種 水晶餃子的感覺 鯨魚餃 大家猜猜看中間那個夾是什麼 下面是炸麵包 上面是烤滷做的旁邊 那中間大家猜那一層是什麼 鯨魚餃 鯨魚餃 而且我們在法國有一個遺憾就是 我們沒有吃到鯨魚餃 啊對 我剛剛很想吃但沒有吃 因為大家都跟我們說 第一是貴 然後第二是好吃的店家 大部分都要預約 然後現在完成這個心願 剛好就是在澳門真的是圓了一個夢 譬如說今天在巴黎宣裡面吃飯 真的有一種在歐洲吃飯的感覺 它的精緻都是那種就是 你會從它的一些做工 很細心很小細節的地方發現 就比方像剛才那個巧克力它就很薄 它不會讓你整塊吃下去 覺得整個口腔都是那個巧克力味道很重 阿遠的第一次在巴黎宣吃飯 覺得10分 滿分10分 真的是10分 太好吃了 然後景觀也很美 覺得晚上如果在這邊吃應該也是很不錯的 我們現在呢已經拿到房卡了 然後呢 聽說我們的房間呢 是可以看得到巴黎鐵塔的 然後在22樓 非常的高 而且它是一個新的房型 好像叫做香菇泡房 酷斃了 敲個門 哇塞 哇 What 哇 哇 這跟我們在巴黎住的那間 超像的阿 欸 我跟你講太誇張 哇 哇 哇 我們等近來近來太誇張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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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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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羨慕高端人的生活 太亮了 外面現在光芒太耀眼了 太刺眼了 看不到 那畫面太美我不敢看 Oh my God 各位觀眾 它下面就是個泳池的概念 可以從這邊跳下去 沒有啦 什麼跳下去 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部分 哇 欸 這邊有個 腳底按摩機欸 哇 哇 Shopping Shot到腿痠的時候 就來這邊做一下這個 這個流理台 這個洗手台 這個洗手台 這個洗手台的部分 高機 我跟你講 應有盡有 該有的都有 這個 哇 哇 這個搬在裡面 便便滑手機 我可以 哇 這個磚 這個磚 欸欸欸 噴水欸 噴水 很湯喔 好我們關起來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買到很便宜的機家酒 然後有住過泰國的W Hotel 但是呢 這個跟W Hotel又不一樣 因為W Hotel它是比較昏暗一點 但是這個就是非常的明亮 然後這個瓷磚的部分 會讓你就是覺得整個高級感 整個就是你知道 原來高端人的生活 就是這種奢華的享受 我洗完澡了 耶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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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給你們看一下我洗完澡之後的打扮 是這個樣子 我要這樣子 然後展開我接下來的行程 然後待會要去水世界 但是因為我那個來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辦法下水灣 不過沒有關係 我覺得今天的澳門天氣非常的好 所以整個人心情也變得很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個行程走吧 因為我之前跟米露有一起去過巴黎 然後看過真正的那個艾菲爾鐵塔 那我覺得當然它是比較小沒有錯 不過呢你知道其實在拍照的時候 稍微取個景 真的分不出來 因為它真的算是做得蠻精緻的 真的拍起來蠻好看的 拍起來真的是好看的 大家可能會想說 巴黎人會不會很難找 就是因為這邊有很多種 巴黎人 為民私人 什麼的就是 但是其實非常的好找 它的地標其實就是 艾菲爾鐵塔 哇 浮誇 耶我們現在呢 在六樓的水世界 這邊呢 是巴黎人的六樓 對 但是呢 進來這裡面呢 是需要另外付費 它是認真的東西耶 它是認真的水世界喔 而且可以看到有人在滑 沒有滑水道 這邊呢 是 巴黎人的購物中心 然後呢 聽說呢 它有些店家最晚開到晚上11點 所以呢我跟米露想說 我們兩個正在吃飽飯之後呢 還是可以就是上樓去購物 然後大廳呢 一進來呢 就是一個很美的噴水池 但是呢更厲害的其實是 搭的頭頂上 欸這是 教堂的等級耶 阿遠呢出體驗 第一次呢 吃澳門的 福士蛋塔 跟妳想像中蛋塔的味道 完全不同 真的嗎 豬脆耶 然後那個蛋 是不是很爽 很燙 好爽 這邊呢 它其實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你要買衣服 你要買飾品 然後你要買鞋子幹嘛的 甚至是公仔 其實都有 就是應有盡有 我真的不知道 來澳門就是 到底為什麼還要去別的地方 就直接在這邊就好啦 現在是晚上的時間 然後我們剛剛吃飽飯 現在呢來威尼斯人 就是我們剛剛從巴黎人走過來 就是威尼斯人 你去威尼斯 你一定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搭船 但是我們當初去威尼斯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沒有搭 可能是因為在那邊待的時間不久 因為我們好像只有待兩天一夜而已 所以換就沒有搭 那我們就是這一次 在澳門圓夢 我們的第一次威尼斯搭船 就是在澳門 我們現在呢開船了 因為之前其實都是搭那種很大招的船 然後你就會覺得離水是有點遠 但是你看 其實我們現在離這個水蠻近的 今天呢是第二天的早上 也是我在澳門的最後一天 然後呢今天我們的朋友呢 終於到澳門了 所以呢我們會是一大群的朋友 今天有大家一起在澳門玩 然後呢展開我的第二天的第一次澳門之旅 今天我跟米露呢長得都比較像個人 因為我呢我們睡了超過12個小時 我們昨天大概8點就不小心睡著了 我9點去吃早餐 對所以我們兩個今天是完全是沒有水冷的狀態 肚子也完全沒有瘴氣 就是整個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狀態 很好非常好 那我們就出發我們的第二天行程吧 GO 安妞 早安 現在呢是我的第一次第一次呢 搭澳門的taxi 澳門的taxi 現在呢要去真正的澳門 因為剛剛米露的時候其實不是澳門 反正這邊是其中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要過橋就是澳門 對對對 好 去找朋友啦 待會見 爆熱啊 爆熱爆熱 我們來吃的就是這間 黃之雞麵粥 很多人都在排隊 我們決定呢幫大家嘗試 所以我們要點一個叫榴蓮咖啡的東西 它要48塊澳幣 我要來喝喝看 這上面這個應該是cream之類的吧 對 最後有那個咖啡香 一開始那個喝就很臭 但是進去的那個moment 就是你嘴巴放一個cream 安妞大家 我們現在呢終於到了大三吧 在澳門非常有名的地標 這是我first time 第一次來 呦 哇 哈哈哈哈 好熱 到底是這裡 我們走的超級無敵久了 我們大概整整走了大概15到20分鐘吧 雖然感覺好像沒有很久 但是呢 因為外面太陽真的超級大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天的超級無敵熱 對 然後呢 身後的這一間蛋塔聽說很厲害 我覺得要看到有多厲害 哇 好好吃喔 嗯 好好吃喔 就它很酥脆 然後中間那個蛋塔熱熱的 然後很嫩 嗯 跟我在台灣吃的蛋塔完全不一樣 好啦 值得值得 澳門的第一次 吃到外面好吃的蛋塔 耶 好的 這是我在澳門的最後一餐 就是來吃叫做 雲稻粥 他們剛剛已經有先訂了一些餐點了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上菜 好的 最後的部分 滿滿的背 好的 大家 我終於搭上飛機了 而且我很幸運耶 我是EF 就是在第一排 我真的第一次坐第一排超爽的 然後 因為是我自己一個人回去 然後現在的朋友大家都還在澳門 好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帶回台灣見吧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阿元在澳門的 兩天一夜的第一次行程 真的很多都是第一次的感受 非常的開心 而且很適合像有這種廢物 廢物行程 就是一整天就待在飯店裡面就好 因為裡面也有shopping mall 然後也有什麼水世界 什麼遊樂的都有 然後吃飯的地方也有 完全過去不想出去啊 而且你看 從台灣搭到澳門 其實就是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而已 大家就是可以利用一個週末 然後五六日就直接來這邊 來個維度加輕旅行 我覺得很不錯 好 就是這樣子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那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快點放我的Instagram 那就下支影片見吧 安妞喔 teil賞 準備